接下来是本期的望雀之亭九层 上面的怪物要王秘传 若虚树若风可以让刃走上 下面的部分施瓦罗若风也若雷 那就让警员走下吧 好的那么第九轮的配组 上半部分使用的是刃 刃加上罗刹加上老羊还有布洛尼亚 下半部分用的是警员 警员亭云白鹿加上杰帕德 Let's go 话说这个配组感觉好不亲民啊 全都是金卡 开怪 来罗刹上来先平A 布洛尼亚第一回合平A 老羊上来开战技 刃先给自己一个强化 打一下强化普攻 布洛尼亚这里在战技 拉一下刃 战技拉了刃之后 布洛尼亚这个终结技 先不着急开吧 第一回的小外马上就要打完了 来老羊开一个战技 现在布洛尼亚先选择开一下终结技 老羊这里再上下一伤 你别无选择 布洛尼亚这里打一下中间的药王秘传 老羊这里再开一下战技 打一下药王秘传 罗刃这个重结技稍微先留下 等他叫出小怪再开 这样可以解除掉增益 好已经叫出小怪了 解除增益状态 任开下重结技 布洛尼亚再把战技给认 第二回目结束 上来依然还是布洛尼亚先普攻 出发自拉条去追认的行动 好这里上来 要不要等呢 不等了 直接让布洛尼亚 说错了 直接让老羊先把这个异伤给打出来 然后这里上来 任先给自己开一下强化 强化开出来 这里重结技还是稍微先留一下吧 先打这个强化普攻 布洛尼亚这里先把这个战技 给到任的身上 把增伤打出来 然后布洛尼亚再开一下重结技 这样一来任的身上 就可以吃到很多的增伤buff了 布洛尼亚战技 布洛尼亚专武 再加上布洛尼亚终结技 给的增伤全部都已经拉满了呀 刃开中结技 这波伤害打的还是很爽的 好 刃上来 一个普攻带走 接下来下半 从第九层开始 为了打满星 还是可以考虑 带一下护盾角色 不带护盾角色 有可能会出现 接近满血的 就突然暴毙仗的情况 来 提云上来把战技 还有中结技 全部交给警员 白鹿平A之后 警员中结技 弱点击破 这里留到白鹿平A以后 再放可以再多拿一个战技点 如果直接放的话 白鹿没有A出来 就会少个战技点 稍微亏一点点 但其实影响也不大 不过这样的战技点 肯定是越多越好嘛 战技点谁会嫌多呢 好 杰哥的自带嘲讽 已经吸引了 成敦的火力好评 杰哥在对了命中的情况下 他的冰冻概率 还是期望值不错的呀 来 警员 杰哥在这个轮次把盾给开了吧 马上就要迎接第三回了 平云补一下战技 第三轮怪物刷新 先打施瓦罗大佬啊 先收拾施瓦罗 来 这里上来还是继续把杰哥的战技 放给施瓦罗 尽量不要让施瓦罗开出他那个手来 杰哥的盾稍微晚一点开 神军终结技开起来 现在有八层的神军 好 等到这里 警员行动完之后 再来开杰哥这个护盾 哎呀 这里稍微开早了一点 应该是等到已经结束以后再开呀 叫出机械手了 果然是拿走了杰哥 杰哥这个嘲讽可以的 我看一下现在警员身上的护盾 警员身上护盾剩余三回合 啊还好 杰哥那里插入的大招没问题啊 没有浪费掉那一回合就OK 这里再补一下战技 继续打施瓦罗大佬 啊这里还是选择把终结技先放出来 直接给到一个十层的神军啊 加上战技终结技先清理一下那些小怪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 十层神军直接带走 好的第九层也成功拿下